郭文貴議員 多謝各位傳媒今天來到 我們首先會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先生 跟大家說說關於指定檢疫酒店的安排 稍後再會接受大家的提問 現在先請聶局長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 我今天想和大家交代一下 有關指定檢疫酒店的安排 外防輸入是政府防疫抗疫重要的一環 尤其是目前全球疫情仍然持續嚴峻 亦出現更具傳播力的新變種病毒 因此政府需要做好入境防控的把關 指定檢疫酒店計劃是外防輸入策略之下的重要措施 有效避免來自外地的旅客 在檢疫期間和本地社區有直接接觸 指定檢疫酒店計劃在去年12月22日正式全面實施 第一批指定酒店總共有36間 提供大約12000間房間 這批酒店的合約期將會在2月19日完結 第一輪的指定酒店自從推出二來至今 接近一個月 運作是暢順的 酒店的累計入住的數字是9600 最新的入住率是接近六成的 我們在1月5日發信邀請大約2000間持有效酒店 或者旅館牌照的酒店 申請為第二輪指定檢疫酒店 我們總共收到超過70間酒店申請 這一輪也有較多較為低價的酒店申請 我們評估第二批指定酒店的時候 首先是先決條件 這些酒店是需要符合衛生署 和其他相關部門的防疫要求 其他的考慮因素包括房價 就現有的第一輪的指定酒店而言 酒店在第一輪合約期內的表現 例如執行防疫措施的成效、入住率等等 因應政府收緊檢疫要求至21日 和禁止英國和南非的航班來說 我們估計短期內來香港的人數 可能會稍為下降 因此我們在第二輪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裏 亦都稍為調低需要的房間數目 去到大約1萬間 新一輪的酒店 我們都已經準備了 新一輪的酒店總共會有36間 合約期仍然都是60天 即是由2月20日至4月20日 這36間第二輪指定檢疫酒店 其中有32間都是第一批指定酒店 另外新加入的酒店有4間 首批指定酒店有4間退出計劃 所以總數加起來仍然都是36間 房間的數目大約有1萬間 因應市場對不同價格酒店的需求 我們在新一輪的計劃裏面 已經增加了房價較低的酒店 其中提供500元或者以下房間的酒店 由7間增加到11間 房間的數目增幅接近一倍 是超過2800間會有 佔第二輪酒店提供房間總數是27% 而比第一輪也增加了超過1200間房間 至於1000元以下的酒店房間 佔83% 所以總共有大約8500間房間 所以在1萬間裏面有83% 都是1000元或者以下的酒店房間 新的第二輪的指定檢疫酒店 由2月20日開始至4月20日 那些相關詳細的資料 大家可以透過專題網站 www.designatedhotel.gov.hk 除了指定檢疫酒店之外 其他的外房輸入措施 亦包括核酸檢測 以及指定交通安排 在這方面我也講一講 目前所有在機場抵港的人士 抵港之後必須進行核酸檢測 一般抵港人士在採揚之後 是需要等候確認檢測陰性結果 才可以離開前往指定的檢疫酒店 作強制檢疫 就採揚的安排 我們其實在去年的12月15日開始 已經將採揚的方法 由旅客自行提供的深喉退役樣本 改為由專人採揚的 就是煙喉及鼻腔合併色紙樣本 在樣本的質素上會比較有保證 自從去年的12月22日到1月15日 在機場檢測到的確診數字是38宗 由於需要繼續在機場實施入境的檢測代行 即是一定要檢測結果陰性才可以離開的安排 所以政府一直都密切留意各項的病毒檢測技術 希望既能夠有一個快速而可靠的檢測技術 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下 能夠盡量便利旅客 自從去年的12月31日開始 政府已經在機場委託了承辦商 利用在機場內設立實驗室 為底港人士所採集的樣本 進行核酸檢測 而相關的測試 亦都可以將等候的時間大大縮減到 是大約需要在機場逗留3至4個小時 以往一般可能都是7個8個小時 在完成了檢測之後 有陰性結果 所有到達香港當天或之前21天 曾經在中國以外地區逗留的人士 就需要乘搭政府安排的專車 離開機場 前往指定檢疫酒店 是強制檢疫21天 對於在指定檢疫酒店 接受21天強制檢測的人士 同樣地在檢疫期間 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 接受底港之後的第12天檢測 以及第19天或第20天檢測 即是要做兩次檢測 檢測同樣都是透過專人採揚的方式去進行 自從去年的12月22日至今 酒店共發現38宗的確診個案 其中35宗通過第12天檢測發現 而有3宗通過第19天檢測發現 所以整個流程由到達機場 然後在機場裏做檢測 得到陰性的結果 乘搭指定的交通 到達指定的檢疫酒店 在檢疫期間 另外再進行兩次檢測 確保底港的旅客 在檢疫期間 是不會去到這個社區裏面 是有這個接觸 從而避免這些病毒 流入我們的社區 所以這就是有關指定檢疫酒店 新一輪的安排 在這裏多謝酒店業界的全力配合 亦都在運作上都是暢順 亦都我相信 在總結了經驗之後 有關的工作是會做得更加好的 在這裏停在這裏 看看大家有些甚麼問題 現在提問時間 請你們先說 你們自己的傳媒機構的名稱 好 這一位 白色三位 你好TVB 想先問一下 退出的四間 和新增的四間分別是哪八間 另外可否算到 政府最新包底金額要多少呢 有關新一輪的 指定檢疫酒店的36間名單 可以在網上查閱 在第二輪裏面有四間是生增加的 另外就是 我們仍然在第二輪的時候 都和第一輪一樣 我們都是因為酒店本身 當它轉了做一個指定檢疫酒店之後 基本上它就要清空全間酒店 作這個檢疫酒店用途 亦都只可以接受檢疫的人士 如果它沒有一個分開的通道 相關的餐飲、餐廳等各方面都要停 所以都是要面對一定的風險 同時間因為全球的疫情 亦都嚴峻和會有改變 所以相關的一些檢疫政策和措施 可能都會有調整 所以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 我們比較難去預計 究竟抵港的人士是有多少 以及需要入住這個指定檢疫酒店的人數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計劃就是 如果那個酒店本身的入住率是不足 即在合約期內的入住率是不足50% 我們就會將它的入住率補回直至50%的差額 這個是以房價的七成 或者每間房間是600元作為上限來計算 即是作為補貼的 所以第一輪的指定檢疫酒店計劃是這樣的安排 第二輪我們都是沿用這個方法 現時來說我們未能夠可以掌握到 究竟最終在第一輪的指定檢疫酒店計劃裏面 我們需要補貼多少錢 因為現在實行了接近一個月 合約期是到2月19日即完結 所以在目前來說我們未能夠知道那個數目 下一個提問 這邊的這位女記者 謝謝 從RTHK 請問為什麼 四個新的酒店搭配四個新的酒店 是因為它是比較高的市場 是因為它在比較高的市場 還有可以再次追加上 在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可以提供一下 公司的公司 可以繼續參加公司 公司的公司 因為你說他們可以表現的見面 公司的公司 但是這些公司 可以提供到公司的公司 跟公司的公司 謝謝 谢谢 OK Perhaps I can answer your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after I finish all the questions on the designated hotels As regards th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esignated hotels there will be an addition of four hotels to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designated hotel schemes and basically in this second round we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hotels that charge at a low end price meaning less than $1,000 and specifically less than $500 a night and as regards the other four hotels that have decided to withdraw from the scheme it's because of some their own considerations commercial reasons and all that so I will not comment on that but after these selections for the second round designated hotel schemes we now have over 80% actually it's 83.5% of the total numbers of hotel rooms that would be charged below $1,000 a night thank you 好 下一個提問 好 這位是誰的 香港人一的 第一個想問回第一輪的酒店 其實政府有沒有說有個數字 即是補貼了多少錢 因為好像有一段時間 有個數字都不夠五成的 還有也想知道 其實為甚麼是換了那些四間酒店出去 然後要放回四間 是否只是價錢的問題 還是有些是價錢 即是每一晚太高價錢 所以都日住的時間不夠 或者人不夠 另外也想知道 現在是減了那些酒店房間的 有否說其實現在香港可能有餘力 將一些滯留在英國或南非的港人 讓他們回來 其實都是21天 他們如果是跟回21天 會不會有機會放回他們回來 麻煩你 好的 有關第二輪的指定檢疫酒店 我們都是參考了第一輪的經驗 都發現就是 1000元以下 或者特別500元以下的需求 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都是希望在這一方面 增加那個房間的數目 而事實上我們在收到的申請當中 亦都是多了酒店 他們將那個定價 是設在500元以下 或者是1000元以下 所以就有這個增加 另外就是現有的忌廉酒店 他們的退出 或者酒店的加入 其實我們都是考慮了 包括整體上一系列的因素 包括指定酒店不同的房價的需求 這些指定酒店本身 他們的分布 以及如果已經在第一輪裏面做 都會看回他們的入住率 他們的操作情況 各方面 另外當然每一間酒店都會自己考慮 考慮參加了第一輪 結果會否再參加第二 這也有自己本身的考慮 所以總的來說都是這些因素加密 所以我們每一間酒店都會定到現時 第二輪的酒店就有36間 仍然都是36間 不過是有4間增加 有4間退出的意思 另外就是在房間數目上 我們都要看回到最後 整個兩個月的合約期內 滿了之後 看看整體上 每間酒店的平均入住率是多少 譬如現在最新 我們看到現時 整體上 譬如最新的入住率 都有接近六成 這個比較早前來說是高了的 所以就是到最後才知道 究竟有多少酒店的入住率是不足五成 而跟回我們的補貼機制 是需要作的補貼 而事實上 這個也是發揮了補貼機制的作用 因為當初定這個機制 都是要和酒店業界大家一起去分擔風險 另外我們都預計 因為檢疫的措施延長到21天 所以也影響到到達香港的人數 所以我們在房間的數目上 適量地由12000間減到1萬間 至於目前在英國或南非 在上機前21天曾經在當地停留超過2小時 就不能夠去上機 這個安排都是一個很嚴厲的措施 也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措施 亦都因為應對全球疫情 以及特別是新的變種病毒的情況 所以衛生當局都會繼續審視疫情的情況 就是病毒方面的情況 而適時檢討一下 看看在這些措施的安排上 是否需要作出一些調整 這個我們明白到 這個措施本身 對一些香港人的影響 好 下一個提問呢 這邊這位導致 你好 東方 想問一下退出那四間酒店 本身他們的價位是哪一部份 以及他們本身的入住率是多少 麻煩你 我手上的資料 應該是在那四間酒店來說 有些他們的價位都是低的 入住率都是高的 但是那個進和出的各樣東西 正如剛才我所解釋 有一系列的因素來去考慮 亦都包括酒店自己本身的考慮來去決定 好 下一個提問 後排最左邊的記者 呂記者 麻煩你 你好 港台 想問那四間退出的酒店 是他們選擇自己退出 還是局方經過考慮之後 就決定不跟他們再續約 另外也想跟進公務員宣誓方面 新公務員工會之前有說過 因為出聲明和宣誓之後 預計一些理事 他們可能沒辦法繼續留在政府工作 想知道局方 工會的主席和理事等人 是否完全不可能 去通過簽署聲明這一關呢 當局有沒有掌握這個工會的名單 他們的會員會不會都是容易過不了關呢 另外就是想知道 因為之前也有說過 他們可以用市民身份 去表達一些對政策的看法和意見 到底什麼時候是一個 介定為公務員身份 什麼時候介定為市民身份呢 是否如果他們 譬如放了工 在街上接受訪問的時候 沒有表達自己的公務員身份 就是可以去對一些政策表達意見 可否清楚在什麼情況下 他們可以表達什麼意見呢 麻煩你 不好意思 有沒有說到哪間機構 有關指令檢疫酒店 我們在第二輪的指令檢疫酒店計劃裏面 跟那些酒店方面大家去商討 所以就是最終當然也要看回個別酒店自己本身的意願 以及我們自己本身去看回不同酒店的優先次序 因為始終申請的酒店的數目 都是超過我們預了有的房間 所以會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也是我們跟業界大家緊密去配合商討 亦都是確保到 就是我們在新一輪酒店裡面的房間 有比較多的一些500元以下的房間 同時間亦都是要確保 我們的指令檢疫酒店 亦都可以繼續符合到那個房疫的要求 以及能夠可以做到相關的那些工作 以及應變等等 所以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有關公務員宣誓 或者我現在回應一下 有關公務員 他本身亦都有市民的身份 所以市民本身 他所有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這個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例的保障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亦都是我們要去維護的 但是同一時間 當我們有公務員的身份的時候 我們的言行 我們當然就要去考慮 這個和我們那個公務員身份 是不會存在有一個衝突 特別如果是在一些公開的 去參與的活動 或者是表達這個意見的時候 這一方面就更加需要去留意 所以基本上都是按這個原則來處理 具體的情境 我相信也很難一一去細說 這個可以或者那個可以 一個這樣的情況 第二 有關公會本身的情況 公會自己本身如何處理 當然是公會自己的事情 但是以作為當中的公務員同事 所有的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提出的要求 就是請現職的公務員同事 簽署聲明確認 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盡忠職守 對特區政府負責 所以我相信每一位的公務員同事 就回這方面的責任 和作這個承諾 照計應該是不困難的 因為其實由加入去政府這一刻 公務員本身 就應該是理所當然地 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 盡忠職守 對特區政府負責 所以現時我們是進行有關的工作 我們會等到一個月的時間 再看回如果有同事 他們拒絕去簽署這個聲明 我們變成我們再去跟進 所以在回答 而其他一些地方, 在某些人之间的地址, 在某些地方, 由于某些人之间, 其他人之间, 在某些人之间, 要主要保持平台的宗教, 以法律的宗教, 因为,他们的律师, 他们有这个宗教。 但是,在连着这些宗教, 要保持平台的宗教, 要保持平台的宗教, 還有沒有問題關於指定檢疫有酒店嗎? 還有嗎? 聶局長你好,信報記者姓翁 關於疫苗有兩個問題想問一下 第一,隨著很多外國人已經開始施打疫苗 其實政府方面有沒有想過 對於打疫苗的人士進入香港之後 還要不需要安排酒店檢疫? 可能不需要檢疫 第二,在疫苗注射方面的工作 想請教一下有沒有最新的情況可以更新 麻煩你 好的,有關疫苗的工作 第一,所提到的第一個問題 譬如在抵達香港的人士 如果他們已經打了疫苗 究竟來到香港之後 相關的檢疫措施 有沒有什麼改變或調整呢? 這個問題我們都是問專家的 所以我們都肯定 專家去審試的時候 是會考慮有關這方面的 而是作出一些建議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 有點耐性 因為都需要檢視很多 疫苗本身的數據情況 以及全球不同的衛生組織他們的經驗 接著之後去看檢疫的政策 但是這個課題本身是需要去檢視 以及是需要作出一些建議 讓市民可以知道的 另外有關疫苗接種計劃 我們現在密羅緊固地去全速 進行有關籌備的工作 第一件事最主要的當然就是疫苗的供應 所以在我們所購買的疫苗 我們都跟供應商緊密聯繫 希望能夠確定到可以公港的時間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有關去批准使用這個疫苗 在香港作緊急使用的 我知道今天是那個顧問專家委員會 亦都是開會去檢視有關的疫苗使用 這個都是一個重要的一步 所以如果我們確定到疫苗到步的時間 我們都完成了有關那個 應可作緊急使用的這些程序 那時候就是可以開始進行接種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時仍然都是爭取在一月份之內 將相關的籌備工作大致完成 以至到可以作好準備 當疫苗是幾時來到 又都可以能夠去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開展相關的工作 那麼相關的籌備工作也都包括 那四個不同的場景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在一些私家診所或者私家醫院 去外展到一些的院舍 還有在我們的醫管局和衛生署屬下的一些門診 這四個不同的途徑場景 來去接種疫苗的具體安排是怎樣 人手的配置、相關的準備 以及相關的一些操作的守則等等 我們都需要來去避妥 當然另一方面也是要做好 就是在整個接種疫苗的流程當中 接受接種疫苗的人士有罪地去做 還有他在接種之前 是有一個表達了一個知識 情況之下的同意 接種疫苗接種完之後 需要觀察15至30分鐘 看看有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相關的一些醫療的支援等等 都需要準備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疫苗接種開始之後 要有一個監察 看看接種了疫苗之後 會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或者一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能夠可以去監察著 還有作相關的分析和評估 這個監察機制 本身也會在衛生署現有的基礎之上 再將它強化 所以一系列這些工作 都是有罪地 按部就班地 不過是全速地在進行 或者最後一個提問 這邊第二行這位女記者 想問一下 跟隨公務員 要在一個月內做宣誓的工作 想問一下 其實為什麼這次的時間 會這麼長處 以往一些牽涉公務員 可能一些規例上的改變 可能會有比較長的時間去做諮詢 但這次公會反映 可能有很多反映了的意見 其實都沒有去修改過 推得比較急 我想問一下 背後是否有什麼原因 要這麼急 要公務員作出宣誓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如果這次不去作出宣誓 可能會解僱那些公務員 那會不會有一個滑線 就是 譬如新公務員工會 過往可能有些示威 或者集會 那會不會去追究 即使用這個規例去做出一個 即作出一個追究 或者跟進的工作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非公務員合約的宣誓工作 是會怎樣處理的呢 好 第一就是 今次這個工作不是急 相關這個議題 其實早於2019年 我知道已經有提出 在去年的7月份 我們都是向立法會委員會 提交了我們研究的結果 以及建議 亦都是在過去超過半年的時間 和相關的公務員團體 就是進行的諮詢和初商 在我們10月份的時候 是做了去年10月份 是做了在7月1日 或者之後加入政府的 新入職的同事的 簽署聲明的安排 我們都在去年的12月 是跟幾個評議會 去把我們的預覽本 給他們去看 看回他們的意見 之後再出這個通告 出了通告之後 相關的部門 也都會把這些簽署聲明的安排 發到去每一位的現職公務員同事那裡 而有四個星期來簽署 確保整個推行 都是有秩序的 大家也都清楚 所以這個就不是急 第二件事就是簽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盡忠職守 以及對特區政府負責 本身而言 這個責任 其實就不是新事物 每一位加入政府的公務員同事 其實由加入政府一刻 就已經在肩負著這個責任 所以簽署聲明 只是一個公開的確認 以及承諾 是這一方面的責任 以及要求 我們在這一方面 我們會做好它 如果是拒絕簽署聲明 我們的公務員 我們都會請他們提交 拒絕簽署聲明的原因 之後我們會考慮 運用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的機制 去處理這些個案 讓公務員離開公務員的隊伍 至於你說的追究的問題 我想分開兩方面 第一就是簽署聲明 簽聲明這個 簽聲明這個 剛剛我所說的 如果是拒絕簽署聲明的 這個就按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的機制 去處理 如果你說牽涉到究竟有一些言行 是否違反誓言 那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而是否違反誓言 它一定是本身有一些行為 本身是令人去質疑它是違反誓言 所以首要處理的就是這個不當的行為 這個不當的行為 如果是違反了有關公務員的規例 或者是公務員守則的要求 按個紀律程序來去處理這些不當行為 當確立了這個不當的行為 事實上是真的違反了相關的規例的時候 在考慮懲處的時候 是會考慮如果它是曾經作出宣誓 清晰知道自己需要肩負的這個責任和承諾 而又去違反誓言 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會在懲處方面 會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 所以是其中一件這樣的事情 最後就是看非公務員合約的同事 這個都會有簽署聲明的要求 因為都是直接和政府有一個僱傭的關係 這個我們會完成在現職公務員 這個簽署聲明安排之後 再處理 因為相對牽涉的人數會少很多 多謝大家 謝謝 我再回答一條 是的 局長你好蘋果一部 想問一下 剛才說過有四間酒店就退出 想問一下有沒有住客 即是在合約期完結之前 仍然都在住 而未滿21天是需要轉酒店 其實安排會是怎樣 會是繼續住下去 住夠21天才離開 或者是局方會安排一些交通的安排 去接他們轉酒店 當中是涉及多少個住客 以及後面也說一下新增那四間酒店 是哪幾間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關於公務員宣誓那裡 因為局長今天就在立法會開會的時候 就說到公務員不應該隨便去接受一些反華媒體的訪問 其實你就沒有正面回應 譬如有議員問到港台 或者大紀元算不算反華媒體 你就沒有正面回應 那想問一下 其實既然你都說不應該隨便接受訪問 政府有沒有一個名單 或者有一個原則是怎樣定義哪些是反華媒體呢 麻煩你 第一就是第一輪酒店 和第二輪的指定檢疫酒店 就是我們在… 所以為何我今天要宣佈第二輪的指定檢疫酒店計劃 就是第一輪在2月19日才完結 所以我們都是有一個月之前會通知相關的酒店 讓他們能夠有時間作準備 所以變成就是如果譬如有一些有預訂 是跨越了第一輪的指定檢疫酒店的期限 那些他就需要去訂購另外一些酒店 在這一方面我們都和業界都溝通了、商討了 盡量希望能夠的做法也是減少對住客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都是有一個月之前 我們就提出那個通知 讓大家都好作準備 另外新增那些四間酒店 你可以在專題網頁那裡找到的 最後這個問題就是 我今天在立法會上回答 是正在回應議員的一個提問 那個提問就是 都是別人問他的 托他問 那個提問是說 如果有公務員 公開地以公務員的身份 去接受一個 叫做反華媒體的訪問 那究竟有沒有問題 那我的回應呢 是正在回答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公務員 是以公務員的身份 公開地 去做一個 自己都說是一個反華媒體 去做的訪問 那這個究竟有沒有問題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本身其實都很清晰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